用Labs要抓前面四個 插入函數裡面應該都可以看到 在文字裡面會有Labs 如果你要前四個字的話 先給一個Test 然後第二個 要抓四個 按確定之後 反環值 本來是有七個字 最後回來就只有四個字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用在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會用到除了Labs之外 還會搭配一個IF的邏輯 那我的邏輯需求是這樣 就是說 在這邊用 這個 信 吳 後面是 先生 張 小姐 OK 那問題這怎麼做呢 方法很多 最簡單 函數 最笨的按土法煉鋼 張吳 然後自己再打一個先生 最笨的應該還是有人這樣做 如果你 好一點的話 也許你用什麼 用那個函數 那函數裡面 第一個 插入函數 我們用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也可以Labs OK 然後 這個取一個字 無就出來了 但是我要稱謂 怎麼辦呢 總不可能說自己在 and and 先生 這樣子 當然是笨 那比較聰明的是什麼 就是判斷 性別 對不對 那判斷性別的話 特別重要 它是一個串接 串一個什麼呢 一個 字串 從哪邊來呢 從 性別判斷而來 所以呢 需要一個判斷 怎麼判斷呢 第一次加 函數 記得喔 我想應該都知道 第一次從這邊 第二次要加一個if的話 記得喔 從這邊 也就是說呢 在Excel裡面 第一次使用從這邊 第二次以後的 就從這邊去抓 如果你第二次還用這個 他把這個原來的函數給蓋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使用的規則 特別是and 什麼呢 點這邊一下 找一下if 這邊已經有if if什麼邏輯是 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如果等於好了 假設用男生 那男那這個字的話 因為不是男就是女嘛 應該沒有第三個 OK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輸入一個男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就一個字串 前後一定雙引號 那為tru的話呢 後面就串接什麼 先生 反之的話呢 就是小姐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開 好 就OK了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好 就完成了 對不對 當然如果說今天呢 一樣 假設你的需求 要把 這邊 變成 VBA 這地方該怎麼改 改的方法當然有幾種 第一個也是一樣的邏輯 把這個怎麼樣 貼到那邊去 修改一下變數 變數 變數的話應該會變的應該是哪幾個呢 這個會變 10 會變成11 有沒有 11 12 對 這個也會變 OK 好那 這地方的話 請各位修改一下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說把函數 直接 就直接在這邊好了 變成 輸出的結果 還有另外一種是直接取用VBA的那個裡面的函數來做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完成結果 在 我們的 講義裡面也有 最後結果按下去 最後出來了 基本上跟前面 大部分是一樣 可是有些部分不太一樣 哪些地方不一樣 做法上 一 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 一樣 叫 Labs函數 一樣從這邊插入程序 2的話 這個地方也一樣 把這個地方先刪一下 4 i 等於10到14 然後 後面的話 其實可以從上面複製下來 再來改OK 那裡面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公式 把它 複製一下 再 記得取消 你如果沒取消的話 切是切不過來的 對不對 把它貼上去 好 那規則一 就是把什麼 10 跟10 改成剛剛這個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樣 你想說 那 聰明的人 乾脆把這個複製 蓋掉比較好 OK 所以你 以後甚至可以 把這個拿來當範本 以後看到 只要是要變數的話 C 感受C 把10 蓋過去 把10 蓋過去 因為要變的部分就是要 就是要變成i 做法 我想因為剛剛講過 所以 不再贅述了 因為我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們要回頭可以repeat看 OK 第二個 但是你 游標移開的時候呢 他會出現邊緣錯誤 而且會告訴你哪裡錯呢 他看不懂什麼 這個東西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把函數 放到VBA裡面 規則1 如果會變的 把它改成i 這是規則1 規則2 如果你的 公式裡面呢 已經有雙引號的話 已經有雙引號 因為這個雙引號在VBA裡面 他是有意義的 你如果再貼上去 他會變成重複了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請請注意 規則2 如果你的公式裡面呢 有雙引號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雙引號 再加雙引號 這是規則2 變成兩個雙引號 如果你這兩個規則 記下來的話 以後 幾乎所有的公式貼上來都可以work 不會有問題 大概應該這兩個規則記下來的話 以後你要讓你的函數 做自動化處理 就應該大致上沒有太多 問題 因為我這邊基本上都試過 沒有太多的問題 OK 不過這部分 好像一般的書裡面也講的 很少 幾乎沒有特別談到 這個是我 實作的經驗 要訣 說真的 因為 坊間每一本的VBA書籍 我都會去翻 而且甚至我手邊都有 可是看來看去 真的寫得很好的 沒有幾本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 就 就用這種方式來陳述 OK 我們來看一下 特別注意按確定 那哪邊有雙一號 一個 兩個三個 請你在南 前後 再各補一個 先生 再補一個 就是把一個變兩個就對了 不需要補的 你不要補 後面講說 這邊還有一個 請注意 沒事 你再補一個就完蛋了 這個就規則了 說真的你要學就學這個 那 不要問我為什麼 要問比爾蓋茲 這是規則他設計的 那其實你們要學就是把這個規則記熟就好了 然後需要的時候把它做出來沒有BUG 你的任務就 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改的原理原則 一般我會 是這樣 就是說 我會先 把那個 東西貼上去 然後先改一 不過 有的時候我會先改 改二 就是先把 比較好改的先改過 然後再來改I 那個流程不是 不是固定的 就是說 也許你先改 後面這個 比較簡單的話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Walk一下 看看能不能執行 那一樣的方法就是 再 插入一個 按鈕 接下來的話呢 你把它點擊下去看看 如果你沒有紅字 恭喜你 做出來結果應該就沒問題 OK 試一下 那一樣我等一下也會把那個我做完的那個程式 這一段有沒有 給各位參考 那最好當然你 慢慢熟了之後 你也許就可以不需要再看我的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